其实我是也挺强势的一个女人 我不是那么懦弱的 但就在这个问题上 不知道怎么回事 终于走不出来 只要一提到她 我就不行 因为八年可不是短的时间了 有很多女士一般三年就能走出来 不为别人 为自己 为孩子 我就想再找一个吧 肯定找不到那样的 就是你给自个儿的用 对 对我给她的一个标准 就是说再找就没有她那样的 你为啥要找那样呢 非要找那样 一模一样的 不是一模一样 找不着就是那样人 那样人找不着 我爱人原来是非常有秀的一个人 那你觉得你前半生 嫁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你的福是不是挺好的是吧 那你要再找那样事的 很难 这成为你那些那种纠结 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人离开我了 让我后半辈子再找不到那么好的人了 对不 你也很纠结 挑来一来挑来挑戏 我就认了 说到人家如何 嗯 其实姐姐啊 你看你刚才说病也没看好 也没有治好 可能过多的是对自己的一种责怪 是吧 往往对于这个丧偶的人 经常走不出来 就是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 就是怪自己没有更好的照顾他 没有更好的抢救他 没有更好的能够让他从那样的一种生命垂危的状态下脱离出来 有很多人都是会这样 因为什么生老病死我们自己决定不了的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再造永生的生命的话 那科技已经发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所以这个你怪自己与不怪自己事实摆在那 怎么样去接受这个现实 因为你只有接受了这个现实 你才能够知道这段事情 这段感情美好的已经过去了 如果永远不接受 他已经离开你了 不在你的身边出现的话 你幻想着有一天 他能够再来到你的身边 这样的话 真的是让自己永远也不会开心的 所有的努力都要从第一步开始 我想让咱们女嘉宾做到的是 下一次再想到你老公 你可以笑 不要哭 你试一下 好不好 你想到的既然是他的好 你为什么要哭 你悲凉的不是他的离去 而是你的凄惨 我认为 你不在身边陪伴我了 我好惨了 你才哭 如果你想到的对方都是好的 哎呀 我老公多好 那是笑 好不好 我觉得哭得有点自私 你再哭自己 你并没有在哭你的账子 好不好 咱把这个位置调整一下 换位这么一思考 你可能会好一些 好吗 接下来就是我们爱的剧场 给二位看似平淡的交流 增加点矛盾 这个男方家呢 虽然是一个和谐大家庭 但是呢 我们非得给你加入一个挺事的 调点波兰的 好不好 二叔啊 这后找老伴啊 好 你过得还行 有个事 我爸可跟我讲了 然后家里人临时开了个小会 派我做代表 跟你商量一下呗 我知道我这个未来的那个二婶 家里好像还摆放着以前老伴东西啊 这个东西还放家里 这可有点不行啊 而且二叔你说 也怪吓人的 然后说心里话 我们来回创门我们也害怕 你说大家在一起聚会啥的 咱也不希望是说 有人三心二意的 对不对 一心一根的过呗 你说你那头毕竟没了 你把家里东西处理处理吧 要把那房子卖了 然后帮我二叔家住也行 那就商量他来 他这东西可以不要 我们两个人合一合 你怎么好我就怎么做 那你不能说 绑定我二叔 二叔这人老好言 你要商量的话 一般都挺媳妇的 对不 二叔你觉得我说这事 有啥毛病呗 没有 二叔你介不介意这事 咱今天打开天上说量话呗 都会介意 那你看 你说 那你说怎么办 婶啊 撤了就我事 没有了 我家已经没有特别东西 那婶你看 那房子能处理不 一看感觉一进到那一块 你就没事 我说过说好几回 你哭好几回 那可以 你也要算他那样去 有要罚了卖又可以 后来万一你俩要挠矛盾了 那你还赖着不走啊 我就是有啥说啥的意思 不能挠矛盾 即使走 能走在一起了 那就不能挠矛盾了 再找想 要想不走在一起的话 那就 当时就决定 我们不能在一起 二叔你赖我不 提这事 不赖 杀了杀了 我跟他杀了杀了 杀了杀定了呗 行可以 我还行 你看行吗 行 那就那就行啊 你孩子没意见呢 孩子 我当时我跟他说说呗 你确定行啊 要说我就正想的啊 他处理好了 你俩在登记 你看这事行不 我叔 二叔跟我有心说那意思 你俩先登记 我们全家意思是说 别这么着急登记 对 把你情绪和理的东西 都整明白了 让人不行 你看这事有眼睛吗 有 可以 那二叔我身合计好 这一性格真挺好 你俩再商量商量 到时候你也告诉我一声 我跟大家伙说一说 行不行 要行了 领咱大家伙面前吃顿饭 好不好 叔 一定 那我先走了 四号女嘉宾 你觉得对方跟你提出这样的要求过分不 不过分 不过分 你不觉得 那我 毕竟我之前还有个老伴 对他还有感觉 留他点东西咋就不行呢 现在基本上没啥东西 没有什么东西了 对啊 你觉得这种做法对你来说是件好事是不 还可以 它能帮助你尽快地走出那种环境那种感觉对吧 男嘉宾你是真的建议对方家里会藏有自己前老伴的东西吗 不太建议 不太建议 如果他总拿出他老伴的照片哭 你会建议吗 那不好 对身体不好 主要是对身体不好 你不会有一种 你都跟我过上了 你怎么老沉浸在过去那感觉里 我会劝他的 会劝他的 是吧 我跟你讲 其实丢掉自己的过往 丢掉自己美好的回忆 挺残忍 但是我觉得对四号女嘉宾来说是件好事 为什么 因为你走不出来 你要哪天拿出照片跟对方说 这我老公当年对我老好了 那俩小日子过老开心了 好 都留着 为啥 他能给你带来快乐的回忆 但现在你拿出来一提到 就让你感觉到很悲伤 那为什么要留他 只能割掉 所以女嘉宾啊 其实说到这地方 我觉得你也不要建议 你也不要说 哎呀 这都是对方逼着我这么做 你要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主动性 咱这样人听着日来怎么说 看他跟他俩说话的眼神像我们一样 跟那个说话呢 走不走的 人还是注重外表 他毕竟他胃肉大 不怕他还是注重外表 其实真正照片还是这个 这个阿姨好 其实把前一段的感情珍藏起来 这是应该的 如果要是真正的把它忘却掉 可能谁也错不到 因为之前的那段感情太美好了 而且两个人共同携手 走过了那么多年 想让他忘却是不可能的 人的情感是有延续性的 但是如果你要把他这些东西 或者是把他这样的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物品 能够勾起你的那么多的回忆的话 把它珍藏起来 就像我们把珍贵的东西 藏在我们心底的某一个角落 给他放在那 你把这些物品也是一样 珍藏起来 然后我们能够轻装前进 这样的话对方才能够更好的 和你共享现在当下的美好人生 有一句话我想送给姐姐 不乱于心 不困于情 不念过往 不畏将来 不念过往 他的好与不好 我们都不要去过度的去思念 因为已经不存在了 只有面对现在 面对当下 面对身边的这个人 才能共同的往 就像我这样一样的